欢迎来到澳房策,我是Alex老师 没想到这次澳洲房市的三大利好同时出炉了 全部有利房产投资者将会长期推升澳洲房价 第一,取消付扣税的考量被彻底废除 第二,联邦政府全员炒房 还有一个基本没有人讨论 但是真实存在了20年的澳洲房产涨价的原因 就是洗钱 没错,就是我们普通人认知之中的洗钱 更夸张的是政府明知道黑钱进入澳洲房市 但是完全不去监督和阻止 律师,会计师,房产中介全部牵连其中 让澳洲房市价格持续上涨 这三点加起来更是暴露了澳洲房产市场上涨的底层逻辑 澳洲房市中总是存在一些负面的观点 我频道从创立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影片下面留言 说不久澳洲房市就会下跌20%到25% 影响其他人的思维 这期影片就是专门献给那些专门看空 不是蠢就是坏的朋友们 让你们看看澳洲的房产市场为什么长期看涨 同时也从根源上分析上涨的原因 就是政府议员和他们代表的每一个选民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在澳房测323里边 我分析了联邦政府计划取消 复扣税和资本增值税减免的事情 一旦取消 对房产投资者将会是重大利空 我当时分析的结论是 联邦政府不会更改现有的 复扣税和资本增值税 两项税务优惠 当然是有不少的反面观点了 不过现在看呢 我的分析终于应验了 联邦财长刚刚给了正式回应 之前财政部在仔细审核政策和推演 是否能够解决房市的问题 结论是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增值税减免 并不能有效提高房产供应量 只能在需求端起一点点作用 澳洲目前面临的是 房子建不出来的问题 供给短缺 改税务政策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不会更改 联邦政府之前还想要通过 Help to Buy立法 就是政府出钱跟中低收入的人一起买房 政府最多出房价40% 买房人最少出房价2% 其余是贷款 简单说就是政府入股 注意不是借钱给房东 而是入股 卖房的利润部分 也要按照比例分给政府 所以Help to Buy也俗称 政府下场好房法 工党想要通过Help to Buy立法 需要参议院通过才行 那就必须取得绿党的同意 这时候绿党站出来捅了一刀 说你要我支持Help to Buy是可以的 但是你工党必须取消 复扣税和资本增值税减免 并且冻结租金上涨 我才同意 目前这条法案参议院三读 被推迟到今年11月 现在财长站出来公开表示 不会考虑取消复扣税 其实就为11月份参议院 三读政府下场炒房法 绿党不同意做好了准备 估计是要把相关政策 带到明年5月份的联邦大选了 所以各位房产投资者可以放宽心 复扣税不变 资本增值税减免不变 最近有一条新闻火了 10月份澳洲总理 在新州中央海岸Avoka Beach 买入一套悬崖边上 无敌风景的豪宅 售价430万欧币 一般大家看到这里的想法就是 人家是总理想买个房子 为卸任之后的退休生活 做个准备 有什么问题吗 另一部分人的想法 更加深入一些 为什么在澳洲人 经历生活成本危机 买房买不起 租房租不起的时候 总理却买了个投资房 这对他的政治生涯 将会非常不利 这些看法都还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 几乎没有人发现 房子是在10月份买的 而今年6月份 总理特别签署了一项 联邦拨款 花1亿澳币 升级一条中央海岸的公路 而这条公路 正好就通往总理刚买的别墅 你说这可能是巧合吗 我想大家已经看出来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还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澳洲房价 为什么长期一直上涨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澳洲联邦政府 本身就是由一群 房产投资者组成的 根据澳洲联邦政府 资产注册表 Federal Register of Interest 显示 澳洲议会的151个议员 一共持有377套房产 相对于澳洲人 68%持有房产 整个议会之中 92%的人持有房产 而现在的反对党自由党 他们只有57个席位 占37% 但是拥有了189套房产 占了整个议会 房产数量的一半 你可能觉得执政党 工党是为了底层人们 谋福利的 他们给没房的人福利 支持租客 应该跟没房的人 站在一起的吧 完全不是 工党议员 一样拥有大量投资房 澳洲普通人之中 拥有4套住房的人 只占4% 而联邦议员 拥有4套以上住房的人 占了15% 更夸张的是 这二位 每人7套房 妥妥的房产投资成功人士 拥有最多房产的议员之中 工党议员 居然占了多数 澳洲联邦议员的 平均工资 不算各自选区的补贴 就有21万7千欧币 如果是内阁部长的话 还要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加15万7千欧币 和选区补贴 赚这么多钱 都做什么了呢 当然是去买房子了 你现在应该懂得 问题的关键了 澳洲联邦政府 是由澳洲房产投资者 把控的 不论哪个党派 房产投资者 都占到绝对多数 即使是绿党议员 也拥有不少投资房 自由党平均 每个人拥有的 房产数量最多 所以作为房产投资者 你知道在下次 联邦大选的时候 应该投票给谁了吧 联邦政府议员 普遍拥有投资房 这种状况 会让几乎所有的 政策决策 都偏向有房子的人 尤其是房产投资者 如果想要把澳洲 整个房产投资市场的问题 从根源上解决 澳洲就应该立法 禁止所有联邦议员 拥有投资房 这样才能避免利益冲突 但是你用脚想想都知道 这绝对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呢 有权利的人 为什么要使用权利 让自己的利益减少呢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政府在近些年 引进大量的移民 为什么经济一出问题 就先刺激房市 为什么失业率稍微高一点 就刺激房市 好像房价上涨 就是解决任何问题的良药 其实根源就是 联邦政府议员自己的利益 跟澳洲的房价完全绑定 如果听到这里 你还认为澳洲政府 真的会站出来 替没房的人出头 让房价降低 为人们谋福利 那你真的是想多了 顶多呢 就是说一说而已 在我退休之前 我都看不到这个机制 会有任何改变 不知道那些立志不买房的人 天天说房价不久之后 就会下跌25%的人 你们是什么想法 我就敢说这个话 如果澳洲房价 整体下跌5% 联邦政府逼你还着急呢 第一个跳出来刺激房市 我们房产投资者 只要看清形势 顺应形势就好了 让不买房那些人 自己偷着哭去吧 了解澳洲房产 请加入基础会员 领取澳房测速动课 有相关问题 请到官网预约 15分钟免费基础咨询 快速入门澳洲房产投资 欢迎参加直播公开课 选好投资房 开启创富之路 自选买房和投资组合搭建 实现财富自由 请到官网了解 澳房测小白课 和澳房测大师课 想省心和一步到位 欢迎加入澳房测 VIP服务Vision会员 澳房测帮您定位 贷款 选房 管理 搭建投资组合 与财富传承 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托管 咨询报名链接 请看油管影片说明栏 也可到澳房测官网 政府这三个疯马牛不相及的事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说呢 因为他们之间的隐藏联系 实在是太紧密了 政府实际上是为了推升房价 让议员们获得利益 而默许了澳洲房市 洗钱这件事情 在具体讲解之前 我先要说一下 洗钱是不对的 不要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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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不是个洗钱的教学视频啊 讲讲洗钱的事情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高度相关 第二 不少人问 钱到了澳洲会不会查 你看到最后自然会有答案的 钱打到澳洲 普通人用的就是 蚂蚁搬家 跨境刷卡 朋友现金对销 这些简单的方法 只要这个钱是国内合法所得 而且已经交过税 就不是黑钱白钱的问题 而是中国外汇管制的问题 每个人合规汇出国外的钱 每年都有上限 五万美元 大家所说的汇钱汇不出来 说的就是外汇管制 上面的几个方法 其实就是为了 规避外汇管制而生的 如果金额大一点 突破外汇管制 用的是国际差额贸易 加密货币冷钱包 带出镜 或者双方账户对销 钱只要在出镜的时候 中国查不到 那就算是出来了 等钱到了澳洲 跟中国的限制 就不太相关了 变成了澳洲查不查的问题 银行是肯定查的 那怎么个查法 查到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些都跟反洗钱法 直接相关 澳洲的反洗钱执法机构 叫做Austrec 目前的职责 主要是管理所有金融机构 监督和汇报可疑交易 目标是反洗钱 4年之前 Westpac因为反洗钱法执行 出现重大披露 被Austrec执行 澳洲公司历史上 最大的一笔罚款 13亿澳币 当时Westpac CEO 也因为这件事情 引咎辞职了 现在的CEO上任以来 就一直在用各种方法 堵这个漏洞 可见整个银行业 对反洗钱的重视 银行需要监督哪些事情 又要向Austrec 汇报些什么呢 整个监管过程 在你开户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银行了解客户的过程 叫做KYC 比如要查查身份证之类 确定身份 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 就是把开户客人的身份 跟银行内部的通缉令 相互对照 政客 政客的家属 红二三四代 以及家属 明星名人大公司老板 高管 以及任何原因 在原来国家媒体上 有过负面报道的人 都会上这个银行内部的通缉令 现在银行花大笔钱 用大数据和AI方法 收集这类信息 准确度非常高 身份想藏是藏不住的 除非你找个普通人做代池 那还行 只要触发了通缉令 银行不会阻止你开户 做交易 但是会把你每一笔交易 都记录下来 不论金额和频率 一概上报 Allstruck KYC之后 就进入了第二步 日常监管 首先就是TTR 如果任何交易 超过单笔一万澳币 银行都要记录 并且上报 比如你的账户收到 或者是支出单笔 超过一万澳币 在银行柜台 或者提款机 存取一笔超过一万澳币 都会触发TTR极致 所以不想被盯上的 就要避开这个单笔 一万澳币的坎 那有朋友可能问 我每天存9999澳币 不就行了吗 这个确实避开了TTR 但是又中了SMR 就是规律交易 你想避开SMR 交易就不能有任何规律 包括金额和频率 这些进入TTR 或者是SMR名单的账户 有机会进入Case Review 就是单拿出来 人工监督 如果再严重 就会升级到人工核查 那么有机会被冻结账户 不过不用太担心 冻结账户是指这家银行 以后不再跟你做生意了 但是账户里面的钱 还是会还给你的 你去别的地方开户就好了 如果你侥幸逃过了TTR和SMR 还有第三关CRS 比如对于澳洲来说的 非税务居民 在澳洲的金融机构 有任何交易 金融机构有义务 把资料交给 澳洲国税局ATO 再由ATO转交 资料转交其他参与CRS的国家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 签署了CRS协议 美国 中国 瑞士也在列 所以如果中国跟瑞士银行 要中国人在瑞士开户交易的信息 瑞士银行是必须给的 CRS协议的效力 要高于瑞士各个银行的保密法 同样中国公民 在澳洲开户的交易信息 理论上中国也能拿得到 所以说只要你在澳洲银行开户 被监管是肯定的 如果你的交易触发了某种机制 就会根据程度逐渐升级 从黄色警报升级到红色警报 最严重的是 被自己来源地的国家发现 当然这些都是在资金通过银行系统 而且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么怎么样减少银行参与 同时把不合法的钱洗白呢 澳洲真是绝了 大家记得多年前我们经常听说 中国人拿几箱子现金去买澳洲房产吗 现金本身就是不可追溯的 然后用来买房子 钱直接给开发商 人家有经营收入很正常嘛 银行也不会多问 这样银行就不会去找买家的麻烦了 因为买家用的是现金 在银行又没有交易记录 过两年房子涨价了 卖掉 然后把收入存到银行去 银行如果问呢 你这么多钱是哪来的 我卖房子赚的很合理吗 银行就能交差了 银行不会去花时间 问你买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 那可能有人问啊 在澳洲买房子 都会经过律师 会计师 房产中介 如果他们发现了买家 大笔现金 或者来源不明的钱 会不会上报给Austrec呢 完全不会 Austrec也不会去让律师 会计师 房产中介去上报可疑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没有这个法律 今年9月份 国会提案要立法强制这三个职业 去符合现在的反洗钱法律规范 众议院已经通过 参议院10月10号进行到二读 离三读通过 还有些距离 如果法案通过的话 现在澳洲最合理合法 洗钱的途径 买房子就要被堵死了 可是这项法案能通过吗 我认为可能性微乎其微 无限接近于零 有几个理由啊 第一 房市洗钱的人 不太在乎房价是多少 直接网上标价买就好了 贵点也无所谓 如果法案通过的话 推升澳洲房价的一大因素 将会消失 来到澳洲的钱变少了 房价涨得不快了 对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们 将是巨大利空 第二 其实澳洲在2006年 就通过了反洗钱法 通过后不久呢 发现了一个漏洞 并没有包括房产中介 会计师和律师 当时的政府承诺 马上会推出一波修正 但是这一马上 就是将近20年的等待 为什么之后没有人再提呢 因为提了就会损害 几乎所有联邦议员 和背后各种力量的利益 澳洲有个房产投资者 组成的联邦政府 还有各种游说机构 和明显法律漏洞的加持 澳洲底层人住的公寓 涨不涨我不知道 但是澳洲多数人喜欢的别墅 我完全不认为 有长期下跌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记住 澳房侧的投资理念中的一条 澳洲房市 短期有涨跌 长期一直涨 我当初成立澳房侧的原因之一 就是看到了这个澳洲制度的问题 普通人没房住 但是政府官员有一堆投资房 还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 为什么我们普通人 就不能也有一堆投资房 变富有呢 澳房侧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普通人 从第一套投资房买起 一路积攒多套投资房 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而且你还不用像政客一样 说一套做一套 还不用站在聚光灯下 你不用很有钱 只要有一些积蓄 有一定的代捆能力 就可以加入V生会员 开始房产投资之旅 通过房产投资 获得被动收入 成为隐形富人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 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子 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